IG語音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語音不是會有形狀嗎 我弄完後我就會再回說 你看上面那個語音的圖案 像不像個按摩棒 就會覺得跟我聊天很Funny 在這裏面穿的年代 怎樣才能惹人賴 Y世代到Z世代 女孩進化不等待 牛仔短褲先丟掉 Y2K封牌最潮 不僅穿搭要講究 生活質感更要有 每個女孩的煩惱 莫過驚奇來打擾 艾康系列衛生棉 讓你舒適如神仙 靠仰義俊褲行名 三倍犀利水底肩 全面防露特加寬 夜間好眠不見斷 日本眠柔超輕薄 彈性透氣零舒服 極致拉伸超坦力 東翻吸滾很可以 义俊配方就是強 意味全都塗光光 還有透氧义俊銘 四款尺寸任你選 近期困擾不再慌 最頂選擇是艾康 歡迎收看第一卡巡奇 我們來看第一篇貼文 來自閒聊版的 怎麼越來越多人去露營 柔柔表示 今年年初朋友問他要不要去露營 時間剛好是4月春假的週末 有點嚇到 去露營竟然要提早3個月定 他就覺得他沒事 好好啊他加1 那朋友說他其實已經訂了 已經不算是很熱門的點了 如果是上網美露營的話 他可能甚至半年 就是一年前就要訂 他覺得這一兩年 為什麼露營的人變得這麼多 很好奇露營的這個風潮 是怎麼產生的 對啊 露營達人 來 那我們首先先歡迎我們的 露營王 1號 那個 해�ado 那個不好意思我那個 麻走了那邊是有點問題 你幫我休假 不是 露營王你到現在現在錄了幾次 十來次而已啦 十來次 很多欸 可是他們都已經說啊 錄音地這麼難預定到 因為我們不一定會去錄音地 我們馬來也贏了 因為錄音有分很多種 對 那我們先撇過錄音網 先讓你登場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大家 就這樣 我就這樣 我希望就是這樣 等一下 我沒了嗎 你要有更專業在問你好不好 等一下 你可能覺得我不會錄音 但其實我也是個錄音網 你也是錄音網 好 我從國中 同軍 我們就學校會去兩天一夜 去陽明山竹子屋 隔樹露營 對 那這也不是好不好 沒有 我們是自己搭帳篷喔 六個人一篷 我們自己 那個竿子這樣叉叉 然後自己訂啊 然後自己去 真的自己去 竹林森林裡面撿素材啊 所以呢 然後長大就去 網美露營 因為這野營好累喔 我從來沒有露營過 對 我的話我自己一定會選那種網美露營 對我覺得大家不要譴責想要去網美露營的人 對 你會看不起網美露營喔 對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可能是比較初心者 你不要一下子都帶到太硬的地方 你要讓他有一些好的體驗嘛 對阿 我覺得他就是很像旅行 然後你會選自助跟跟團 網美的就比較像跟團的感覺 因為像我 我自己其實也是幾乎是沒什麼路過癮 但是我講真的 若真要我去我也會比較想去網美露營 享受那個氛圍就好了 但我覺得這是我們的想法 我跟你講我覺得那不叫露營 喔 那叫 那叫去山上的停車場睡一晚 那也不錯啊對不對 你不是說 你推薦不是網美露營的優點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大叔你記得 我跟你去拍那個低卡包包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到戶外的錄影嗎 對對對 你記得我跟你一起升起火那種感動嗎 喔對啦 就是那種感覺你知道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手把手自己來 同心協力然後在那邊專目許火 你們沒有用打火機啊 沒有啦還是會用 此機我們之前也還是會用打火機 對阿 你幫我趕走還K我 你講的好像你真的在那邊戳到手破皮 適當的用科技服就是OK啦 不是 野營不是要你不累 野營是說你要 你喜歡什麼地方就在那邊注意玩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錄影 你們覺得最有趣的環節是什麼 我想像中 對想像中 就是大家要把手機放下 3C放下 然後圍在笑什麼 他在想說 野營的那些人 真的有把手機放下嗎 沒有啦 對啊 你根本IG都先發了好不好 我跟你不一樣 來你是什麼 我喜歡睡覺的時候 那個只有那個風跟那個 呼呼呼 然後大家趴在帳篷裡面聊天 然後很安靜 然後很輕 其實我喜歡 搭完帳篷之後 大家可能到晚餐時間 好會有一些空閒的 就空餘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能會 跟朋友就帶一些 對那個棒什麼的 然後棒球在那邊丟 在那邊打 在家附近公園就可以做事情 你非得也跑到營區那邊 對 可是我覺得 你的氣氛不一樣 我覺得露營地的 大部分的星星真的都很漂亮 你晚上走出來的時候 你抬頭看那個星星 真的是覺得很療癒啦 因為現在人真的是太忙碌 然後那個小小片刻 真的會覺得 好像很久沒有這種體驗的感覺 好我們來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B3卡友說 這個其實也是蠻實在的 不會歪流了嗎 不會歪流了嗎 你不會住五星級飯店 B7卡友說 我有聽女生說過 她很喜歡錄影 但不喜歡搭帳篷錄影 這就是網美錄影 其實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是推廣 我們就覺得錄影可以去錄 其實沒有問題 如果她還沒去之前說 大家要揪錄影 她說她不想搭帳篷 想要揪個已經搭好的 那我覺得OK啊 但重點是怕是去了之後 不想搭那種才是麻煩 好啦 歡迎大家看我們分享 你的錄影經驗 或者是你喜不喜歡錄影呢 下一篇來自這個工作版的貼文 會探聽同事的薪水嗎 他們原PO表示 公司是有規定 不能問大家的薪水 所以幾乎大多數薪水來源 都是那種離職的員工 大家覺得薪水這東西 你到底要透明一點 還是覺得可以要隱藏起來 隱藏起來 然後你覺得隱藏起來 你也覺得隱藏起來 對啊 太刺我不太好 喔為什麼 因為就會有比較心情 因為你覺得知道 反而多想 對啊 而且你會覺得 我現在事情要做少一點 我就是最怕人有這種心態 就可能知道說 欸那為什麼我這樣反而比我多 那我不要那麼認真好了 那外外覺得呢 你剛剛也是說 你覺得 你覺得要隱藏起來嗎 哇我自己覺得 問這個東西非常尷尬 嗯哼 先不要說問同事 我覺得連問朋友薪水都很尷尬 我也不喜歡朋友 對啊 因為你就一定會比較 你知道朋友的薪資 你就會覺得 啊我明明就比他會做很弱勢 然後他領這個薪水 那我是不是更值得更多 他們工作好少 對啊 平常那種朋友是那種 看起來會 上班都在耍費啊 你薪水都好 哇 可以推薦一下嗎 對對對 我覺得就是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那麼正面 就是會想說 我是以提升自己的方式 對 來做去好好薪資 我是會想要去打壓別人的薪水 我之前的公司 某一間公司 他就是全部公開 全部公開的 我們全部的薪水都是一樣喔 嗯 全部的薪水都一樣 可是這樣的狀況下 看是很公平嘛 可是就會有人來覺得說 可能我剛好 拍了兩秒鐘的Netflix 對 被他看到 他就會說 喔我看Android很爽欸 上班來看Netflix 他為什麼可以跟我拿一樣 啊我昨天來去拍攝拍什麼東西 嗯 就是那種比較薪水 可是我可能才開兩秒鐘 我可能還是為了 找reference還是什麼 我開了一下 被他看到他可能就會講話 有些人會想要去拗高薪的人 會會會會會 欸請客啊 你的薪水很高 對這也會 請個客啊 我沒有 會會 該請人吧 某一天我 某一天我瞄到 我以示之條 你就知道 會 那你們曾經有打探過其他人薪水 或曾經被問過嗎 之前啊 之前有些同事他可能 可能 當人知啊 不小心偷瞄到主管的薪水條之類的 喔 然後聊天的時候會聊到 好啊你知道不要跟我講啊 不然我怕我黑話 哈哈 別想爆料 不要了 我又不然瞄過自 瞄到過自勝 欸我跟妳講我還要爆料 我也瞄過自勝 我也知道 很無聊 很無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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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剛好經過他位置 然後我過去找他聊一些企劃 還是什麼的吧 然後他剛好那時候在打他的那個 就是薪資調整的那個 不要在公司打這個啦 沒有回家要打啦 回家要打啦 回家要打啦 你現在看到數字 我爸會再給兩倍 沒有 哈哈哈哈 其實我覺得自勝薪資根本就無所 對 那個不是他薪資 那是零用錢 其實我想這個 也不是那是尊嚴 在這個行業 你用多少腦力做多少事 你本來就應該要 得當的回饋嘛 正常 不然再來一個直接一點 你滿意嗎 現在 哈哈哈哈 你問他 永遠是不滿意 哈哈哈哈 永遠是不滿意 好啦看一下卡友留言 B6卡友說 問了的話會發現自己做的事比較多 卻領得比較少薪水 這時候心情會更不開心 會很兩難 他覺得不知道比較好 其實這看法跟其實大部分人 是差不多的 B6卡友說 以前不會問 因為職務的關係大概知道多少 這樣也不會主動想了解 求職面談時 竟已經盡了自己最大可能 遭取限度的薪資水準 所做的工作和成果 不會愧對於這份薪水 其他人的狀況就無所謂了 其實這個是滿健康的啦 如果大家都像他這樣的話 時間應該會少一些分證吧 歡迎大家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你覺得薪水這件事情 是需要公開跟大家分享的嗎 歡迎大家留言給我們知道喔 好 下面一天文是來自 感性版的天文 另一半聊天句點能接受嗎 他的原PO表示 想問這樣是不是沒救了 已經跟他分享了 溝通很多次 不要拒點他 他給我的結論都是 好 下次不會再拒點 會多回覆多關心他 然後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這篇文章 他為什麼會這麼說 你跟YY來對話一下 你睡到我下班耶 真爽耶 我放假本來就要睡到爽啊 很好啊 沒錯沒錯啦 晚上吃什麼 還不知道耶 喔 你是不是不想聊天啊 OK 好 沒錯沒錯啦 沒錯沒錯啦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盡量不想吃一點了 沒錯沒錯啦 我們先來聽聽看女生的看法 好不好 他這個聊天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哇 我覺得整體他們都好 好短喔 他們都沒有一個故事嗎 嗯 就比方說我跟我男友講話 都會先說 欸我今天遇到誰誰誰 他講話好好笑喔 然後打字也會全部打出來 對啊 我會跟他打好長一串話 然後就會有一個情境 他就可以針對這個情境的哪一段話 然後說欸他當回覆也太好笑了吧 之類的 喔我會在追問 所以他也會回你很多就對了 我男友會回很多啊 哇 那很認真在回答人家問題 對 可是我覺得男生算回很快啦 對啊 你看他才幾分鐘就回了 對啊 他其實秒回 4分鐘秒回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不會 這沒有到很據點 只是你講什麼我就回你什麼 OK 然後也算滿情的在回啊 嗯 那至聖要是你你會怎麼回 歪歪你問然後你回 好 好來來囉 欸你睡到我下班欸 真爽欸 爽啊一級棒 哈哈哈哈 我沒有坐下我 我可能真的就會說爽 來來來來 然後咧 爽啊一級棒 你很好啊 我可能就會傳一個 我現在還在床上睡覺 比個讚的照片這樣 喔這很棒欸 然後你可能說 你說很好我就會說 對我最好 然後回你一個讚這樣 因為至少會讓人家感受到 你是有用心在回那個 男生在回覆的時候 不加任何圖或是 表情符號等等的 會不會讓女生覺得 真的是有一點敷衍嗎 我覺得都會 因為有時候我爸 他就是這種 會回一句話 你會不知道他到底是在生氣 還是在想什麼 我知道他一定無心的啊 但我看了就是一把火啊 喔 欸可是我爸超愛用 表情 你爸應該是很愛用 那個肌肉表情截圖吧 沒有他超愛用 可愛圖案 很常穿欸 就說好看 整拉這樣 問好問好 欸他會用這個欸 你看他愛好會配欸 你看要吃什麼 紅綠椒三明治 然後配一個聲明治 好可愛 這個是個肌肉女 哈哈哈哈 但其實他原PO 聊完這件事情之後 下面的回覆其實是 相對的檢討 在檢討原PO的 卡爾留言是說 B6說抱歉 我覺得你們兩個半斤八兩 然後B22說 他覺得他也蠻難聊 對啊 女生也超難聊 對然後這個 B42是說 他在他看來 他覺得更難聊 對方都是正常的回覆 反而是你的回覆有點酸 他說真爽欸 配那個表情 看了就細 我覺得其實原PO也是有一點 沒話題硬要聊 對 就我也沒事 你也沒事 沒什麼事要跟你分享 硬要跟你聊 你們覺得自己算是會聊天的人嗎 尤其是這種賴聊天的人 我覺得我還好 就如果今天如果女生 她本身就像這樣 也沒有要特別接球的話 對 我也聊不起來 所以我其實我也相對 相對來講 我也是要找一個其實是 而跟我興趣相符的女生 會 所以我們才比較容易 就是在一起很長久 好那至聖呢 你覺得自己算是會聊吧 因為你們每個人都說會聊 我覺得算嗎 我不太喜歡回訊息 我喜歡用語音 超煩 語音很快啊 而且語音可以更直接 講我現在的情緒 IG語音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 他語音不是會有形狀嗎 我弄完後 我就會再回說 你看上面那個 語音的圖案像不像個按摩棒 然後有些人看到 聽到就是 聽完這兩個語音就會一直笑 然後就這樣 哈哈哈哈 就覺得跟我聊天很 funny 好 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看看 你覺得聊天有什麼小技巧嗎 還是你覺得 該怎麼拯救你們的據點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歡迎來到主委加碼話題 我們感謝艾康提供我們一個好話題 現在女生真的有比較漂亮嗎 之前在路上跟Andre過程記得的時候 可能還不小心講說 現在女生 小女生可能 跟以前看起來不太一樣 對啊 而且超好笑的是你知道 之前跑活動 然後可能有那種粉絲 來跟你合照有沒有 結果他還有tag我 結果他粉絲比我還多 哇 什麼東西啊 誰是粉絲啊 我們才是粉絲啊 我們才是粉絲啊 那我們現在問一下這大王美啊 王美歪歪喔 你覺得現在的女生 真的有比以前漂亮嗎 哇我真的之前剛好前幾週 我就剛好有翻到那個 之前黑社會妹妹的照片 他們其實本身長的是很漂亮的 對 他就算放到現在 你幫他換一套衣服來看 他都還是個美女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女生 不一定真的更漂亮 我覺得只是現在的那個價值觀 會覺得現在就長這樣子 比較符合什麼美感的 那你覺得你現在女朋友是屬於 因為我覺得是 打扮就是屬於 不會化妝但是底子好的那種 喔卡与很強 好猛喔 最近那隻影片上去 哇下面一直在那邊留言 哇好正好美好鮮 那個走路的時候 就是肩膀都翹起來了 吳正在最近走路在公司那邊 我沒有脖子 太開心那Andrew呢 好我們回到我們這個世代了 可是我覺得 你要把化妝跟打扮也考虑進來 我會覺得現在的女生比較漂亮 喔 就現在的女生啦 她們的美感是有一直在提升 像黑社會那個時代 她們可能也是不知道是學哪邊的妝容 因為可能YouTube也沒有那麼盛行 她們要真的要學化妝 雜誌 都是從雜誌 對 可是她們沒有手法 她們只是 就是一樣畫糊 然後自己畫在自己眼上 然後可能我就覺得 完成度沒有那麼高 可是現在的女生我覺得完成度超高 從頭髮 然後妝 到穿搭 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女生是不是其實比較敢展現自己 以前的女生比較保守一點 我不會這樣講起來很奇怪 跟風氣有關係吧 對 風氣開放 我覺得就是兩性風氣也更開放 所以其實好像在打扮上 更可以去展現自己 我們那個時代我們要約女生去海邊 但她其實一定是穿T恤 對對對 或至少有造衫 加個對 就是可能小泳裝 對 可是現在她們去一定是比基尼 以前她實在不敢穿欸 真的不敢穿 天啊 我還不敢看 就是這樣 眼神就永遠看著眼睛這樣 我完全不敢再下這樣一點 對啊 而且現在她們去一定要拍一個 哇 讓妳走 你講出來 我懂你了 每個一定要先拍一個屁屁 然後手都要這樣 一定要跪在沙灘上 對 一定要跪的 然後身體有點髒髒的這樣 對 然後 hashtag 要一顆蜜桃 要一顆桃子 好了 回來 然後今年夏天最後遺漏 什麼之類的 不要再鬧了 對 我沒有拿我是講什麼 對 她沒有拿她講什麼 我覺得現在女生確實比較有自信 對啦 對啦 而且比較敢打扮自己 更願意花心思 然後把最好的東西給自己 對 像以前可能不會想說 我不要花很多錢在化妝品上 對 可是現在可能就有在用 或是說可以一些實用品 她穿搭 她的照顧自己的方式 都是最時下最好的東西 你會比較有自信 比較有自信 你看現在有人都願意這樣穿制服走在路上 對不對 跟男生說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嚇我 所以其實說真的 其實女生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在這個時代 女生對自己最好 任何東西都會想要選用最好的 就像今天的乾爹一樣 艾康 是女生生理期來時 照顧自己最好的選擇 我們先看一下實驗影片 首先第一個影片 它是要測試這個 300CG液體的吸收力 哇 三次的亮 對不對 第二影片它是在講這個透氣部 哇它是蒸氣可以 對蒸氣是可以過去 哇你們 你們好有慧根 因為我們剛好我們四位 這個室友的試用者 很明顯 支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室友的感覺怎麼樣 對 你覺得怎麼樣 我第一次寫崩的時候 好喝 要給我真正分享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真正的試用者 YY 我跟妳講我原本就是艾康的用戶 哇 對 妳要去喔 妳要去喔 真的 它跟其他衛生棉不太一樣 是有些其他的衛生棉 會刮妳的皮膚 哇 然後我覺得艾康的 它整體就是比較親膚 然後它就又很透氣 它是會散發出那種 淡淡的草本的清香 對 因為現在夏天滿悶熱的嘛 有這種清香感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在更換的時候 會比較清爽的感覺這樣 我們今天有請這個模特兒來示範 後來就這個透氧抑菌酷型麵 這YY也有試穿壓式麵 對 我有試穿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女生在一開始 平常走路這樣子嘛 然後坐下來都是正的嘛 但是你躺下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然後你如果身體起來的話呢 它那個血會從這邊 真的每次起床就是一片一探血才會 它會從這邊露出來是不是 對 然後我覺得是用他們家這一款呢 就是它整個都還滿貼合的 就是給你滿滿的安全感 然後起床的時候真的就是 棉被就是一片乾淨 而且我跟你講 誇張就是我那一天 甚至以為我在穿我自己的內褲 我差點就穿你這個直接出門 你直接內褲子要套褲子 對 我直接套褲子 然後發現怎麼怪怪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 厚薄度也是滿剛好的 真的耶 它看起來是很薄的 好 謝謝我來跟我們分享啦 這個愛康的使用心得 真是相當好 現在女生就是要用最好的 那今天的D卡選舉端編結束啦 有趣的事情都在D卡上發生 現在不見學生都可以下載D卡 馬上可以看到更多人的故事喔 D卡選舉我們下次見 掰掰